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谢谢王主导致 好 恭喜 恭喜 恭喜你 你们俩将又获得我们约会吧提供的 每人一千元的约会基金 另外还有每人价值一千元的礼品一份 好好相处两位 恭喜他们签手成功 但是还有点话要说 这是一种态度 我支持每一个人 用各种各样的符合法律的手段 去谋取财富 但是如果说谋取财富的过程当中 让我非常清楚 你是想利用我才跟我交朋友 那我会非常遗憾地告诉对方 没办法 做不了朋友 恭喜两位 好 欢迎各位收看春季我们约会吧 电视机前的各位可以登入 世纪佳元交易网报名 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报名热线 07318287 12518287126 要加入到我们的单身超人party 在节目当中 签手成功的嘉宾将会获得 每人一千元的约会基金 另外还有每人价值一千元的礼品一份 另外如果男嘉宾的新衣女生 和最匹配的女生是同一个人的话 并且最终签手成功 他们将会获得我们提供的爱情圣地 马尔代夫的甜蜜之旅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上场男嘉宾他的爱情最主张 他不要什么 不要太纤维的女生 不要男人破绊的女生 不要啦啦啦啦啦的女生 掌声欢迎男嘉宾登场 我的热情 好像一堂火 染上整个沙漠 太阳尽了我 也要躲着我 也怕我这把爱情结果 你给我小一点 你问我醒我 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发动 爱情的小花朵 所以你和我 我们两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 我叫曾经员 今年42岁 来自长沙 我的舅友宣言是 找一个能够点燃热情沙漠的女生 我先问清楚了走错地方没有 没说你站错地方 我说你确定你是来参加 这什么节目这个 我们与会吧 确定 确定 没错 没错 确定能找到吗 这个就事在人为 也看我的运气了啊 回答得非常好 很机智 好 来 有请Mr.Right 我们匹配出前三岁女生 我们掌声欢迎这三岁姑娘登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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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先生好 哎呦 这给我 你把我本子打掉干什么 以前是练武术出身是吧 最深一看 15岁的时候就练过 练过 简单的来两下怎么样 哇 二踢脚 白鹤亮赤 突然一看就是变了 让我们一起来 欢迎我们这位老大哥级的 甚至也可以说是大叔级的 曾吉元先生 以前是不是经常看我们电视 经常看 回来为什么在我们全国的收视率是 No.1 所以我不会错过这个 我们来约会 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大好的平台 不展示不也不展示 不来不不来 你今天是来展示的 是来向心的 不来不不来吗 按照我们的规矩呢 你首先要找到一个 让你第一眼感觉就特别舒服的 心仪的女生 齐鸣哥 我能不能够近距离的 我们来欣赏一下我们30位 家里的美丽粉餐 这个嘛 我可以给他们唱一首 两支蝴蝶鸣 好的 来 亲爱的 你慢慢飞 小心前面再次的玫瑰 亲爱的 来跳个舞 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 我和你穿穿绵绵翩翩飞 飞跃着红尘云相随 飞跃着红尘云相随 为什么呢 因为她看一下就来电 看起来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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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柔顺的女生 来 有请Mr.Right 找出那位最匹配的女生 和男嘉宾最匹配的是 8号 李晨阳 曾吉原先生和李晨阳 匹配总分68分 基本情况72 外形69 兴趣59 个性68 婚姻价值观67 最高的是外形 这个陈阳估计有点不太服气 来说说你平常爱好吗 我爱好唱歌 你看她一只小蝴蝶唱得那么好 我估计就是啊 你那么爱唱歌 然后我也爱唱歌 而且知道我特别爱挑战极限 所以我觉得您特别有极限 把你俩配一块了 而且吧 我觉得您这个男生特别够味 比我们北京的豆汁 那还够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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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了哈 现场的三十岁姑娘中8号 是最匹配你的 好 能看清楚吧 能看清楚 长得很美 不是 都是男朋友 好 好 接下来三十岁姑娘 请你们要来开始表个态 第一眼对我们曾吉原 曾先生 印象如何 来 说说灭灯的理由 对 我真心觉得咱俩的气场 完全不和我真心的 而且您穿了断面的裤子 然后配了双皮鞋是吗 对 是的 对您的打扮太让我 不好意思 我真心接受不了 就是打扮接受不了 人能接受 不 一切 16号 吴丹妮 你是不在乎人家个子高矮的 对不对 也不在乎年龄的大小 我是不在乎 但是我感觉我跟男嘉宾 完全不是生活在一个频道里 而且我爸我是特别相信 意见钟情的 我对男嘉宾 实在忠不起这份情 所以不好意思 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就是大开冷过就不是 那他欠缺在哪里呢 说实话吧 那我就说实话了 说实话 说真话了 不不不不 就是说我不太喜欢 太独感了的女生 我不喜欢什么巴掌脸 这个锥子脸 什么这个凝酒蜂蜜的脸 这个女生这样的脸型 我不喜欢看啊 好 我也不喜欢 吴丹妮这种这个锥子脸 看来我们两个有棍子脸 对 我们俩挺类相同 你喜欢肉一点 那你看我旁边这个怎么样 他 我认为还可以吧 有一句话说得好 脸上有肉 那是福气 那是旺夫的 然后你很有品位我想说 其实啊 我也很欣赏你的乡土气息 我觉得非常好 但是您这一身黄马罐 我是真的hold不住 我自认为没有贵妃的命 所以我就先灭了 然后祝您马到成功 一路顺风就死别过 感谢 谢谢 您说不喜欢脸有棍角的 是吗 27号 季晓彤 他还许圆润型了吧 是的 好不容易有一个圆润型的 还灭灯了 你看 谢谢 谢谢 11号 宋培文 男嘉宾 哎呀 好别扭 那个还是叫您叔叔吧 那个因为您比我大两旬 这就是我灭灯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您这把年纪 能站在这个舞台上 真的勇气可嘉 如果你今天能在这个舞台上 牵手成功的话 我真心地祝福您 但是如果没有牵手成功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阿姨 跟你一样大的岁数 台下可以给您联系方式 谢谢 感谢 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 有智力也有胆力 没有胆力的也不敢到这里来 没有这个智力的也不敢到这里来 我注意到这个两个条件 智力和胆力 但事情也是如此 我相信我将来会成功的 来吧 我们接下来来详细一些了解一下 这位曾大叔看看生活中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环节大家可以随时灭灯 开始 大家好 我叫曾吉元 不是中央电视台的那个崔勇元 我是一个三世男人 第一 我是一个绅士 绅士是指知书达理的人 就是 Gentlemen 我是科把生吧 肯定知书吧 你一方面肯定懂吧 所以呢 作为一个绅士来讲 是绝对不含糊的 这一点 不必说是No.1 也差不多是No.2 在大学期间 我读的是文明专业 所以呢 诗词歌诺 我肯定懂了 去年 今日 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迎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通风 今天是约会 那么 古人写道 月上柳梢头 人月黄昏和 这十个字 就描写了一幅 约会的 深圳的 浪漫的情形 这就是写的 No.1 我的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 霞氏 霞氏是 平下仗义之人 所以 我很喜欢 黑色的披风 我的老家呢 是 湖南省 清华县 清华县 是湖南省 都武术之相 所以 受到我们中国 武术 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十五岁的时候 就专门练过武术 前面说到我自成霞氏 现在我尝试的这个工作 就是针灸推达师 我运用自己的技术 给顾客 缓解痛苦 这人呢 是霞义的 衍生 我的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 嬉皮氏 所谓嬉皮氏呢 就是 嬉皮笑脸的 牙氏 我很喜欢 圆脸型的 羽生 因为这种圆脸型的 这个羽生呢 看起来比较心情 未来的结果 比较圆满 他的性格特点呢 就是 优雅一点 含蓄一点 与人味一点 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最后呢 如果你们这些美语 如果喜欢我这个 三世男人的话 千万给我留灯哦 我很喜欢你们的哦 我们三世 今天在这舞台上 目前为止 优势尽失 来看看姑娘们 到底为什么 都把灯灭了哈 18号 蔡阳 见到男嘉宾 我觉得男嘉宾 是一个高尚的人 纯粹的人 妥离底异趣味的人 我觉得男嘉宾的 情怀是在太让我感动了 太 能见到男嘉宾 我三胜有幸 但是我觉得我本身的 意识品质 不是特别高尚 我觉得我配不上男嘉宾 所以我就别瞪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这么大 我心里承受能力特别好 所以你看刚才 我绝对是坚持到最后一个 你不是一个特别能封的 对啊 那不正好吗 正好有人陪你封吗 我觉得我跟她不是 不在一个档次上 她是一个嬉皮笑脸的雅士 她层次太高了 真的那个什么 我在她面前就小儿科 就没长好 就进化不全 还会针灸按摩 我真接受不了 23号 文静怡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我们俩兴趣爱好 倒是挺像的 都喜欢作诗 我想跟你作首诗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勇敢 特别活泼 特别积极向上的人 我特别欣赏你 叶尔申听 百歌春风 垂进门 我们约会挺提神 嘉宾太多 挺闹心 到底选谁急死人 你做的这个诗呢 是现代诗 从这个诗词的格率上呢 它这个押韵还不够 我做的诗 一般是古诗 就是那个旧体诗 那我现在做一首诗吧 好 我认为这是一种骂骂的情话 好 梅雨你意下如何啊 我觉得您是一位世外高人 好像跟我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但是我觉得您特别乐观向上 真的希望一个 您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 好 谢谢 我们都说年龄不是问题 实际上今天恰恰体现出来 年龄有的时候真的是个问题 但是我们还有心意的女生 正要把它请出来 我们来看看曾大叔 他心仪的那位女孩子是谁